他说过不见不散的 他知道我在等他 他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 他知道我在等他 他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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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慕 安慕 怎么这么傻呀 天亮了 安慕 安慕 你要去哪儿 我要去找阿牧 父王病危 我下令封山 任何人都不得离开玄牧山 我答应过阿牧 我一定要去赴岳 父王现在病危 玄牧一族危在旦夕 你现在这样走了 对得起对你有大恩的父王吗 还有 要是玄牧局势不稳 战火在起千连不归谷 你对得起若江的百姓吗 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我更不能对不起阿牧 承远 我求你了 能不能看在父王的份上 暂时以大局为重啊 多留在玄牧几日 顺利保好许上位吧 我知道 你跟阿牧有约 难道你就忘了 你对父王的约定 你起来吧 我去透透气 我去透透气 阿牧 阿牧 起来 殿下 陈奉薛阳王之命 要带若天下到上元宫廷后发落 知道了 去吧 是 阿牧 对不起 我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 更没有忘记我的许诺 只是 玄牧王对我恩重如山 我和浩絮又情如手足 浩絮这里的形势确实很紧急 我暂时无法复原 是 阿牧 你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对不对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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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找什么 赤云在哪儿 老头儿 老头儿你放心 我一定会信守诺言 尽心辅佐浩絮 是 父王 父王 陛下 父王 您安息吧 父王 乃儿 父王 你可知错了吗 我当着满朝大臣的面 再问你一遍 你愿意嫁给圣伦吗 不愿意 若是父王想捆着我 送进凌云王宫 请随意 启禀陛下 王姬自幼享受 由宣扬族给予他的荣华富贵 就应该承担王族子弟的责任 更应该懂得王族子弟的规矩 此时正当宣扬存亡之计 臣冒死提议 将王姬关入黎火镇内 受烈火之热之苦楚 兴许能够让他记起 身为王族子弟的荣耀 禀父王 父王 万万不可 阿末乃是牧林体制 且伶俐低微 若是关入了黎火镇 这惩罚未免太重啊 大哥 不必再为我求情 就算关进了黎火镇 我也不会嫁 闭嘴 这么多年来 我迁就你母后 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属于管教 才让你变得如此任性 父王要罚便罚 何必将母亲牵扯进来 莫 陈方 就依你所说 把王姬关入黎火镇 等他什么时候想明白呢 再向我禀报 父王 还请父王三思啊 宣扬与凌云联姻事关重大 你要再为他抢情 我连你一起出发 赤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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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在 已去赵云峰 陛下 请派微臣去赵云峰 微臣一定劝戒王后 不让她去救王姬 我本来打算让赤墨去赵云峰 不让她转门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